以卡尔文森航空母舰为主力的战斗群 在五角大楼一声令下突然北上 目的地不再是澳洲 而是步步惊心的朝鲜半岛 朝鲜即将在这个月15号 迎来建国领袖金日成 闽淡太阳节 金氏王朝有着几乎每逢大节日 都会试射武器或导弹的传统 加上国际媒体已经齐聚平壤 意味着炫耀军事力量的条件已经足够 让全球如坐针毡 因此卡尔文森号的出现 对美国盟友来说极为重要 受到最大威胁的韩国指出 美方的态度凸显事态紧急 首尔当局绝对不会掉以轻心 至于长期处于朝鲜袭击黑名单的日本 也大战航母战队是重要的军事威慑 认为美军最新部署凸显美国不惜一切 维护亚太和平 另外美国最新型航空母舰福特号 星期天开始展开海上测试 这艘造价130亿美元 相等于577亿令吉的第三代核动力航母 是美国40年来第一个航母新设计 这个海上巨兽估计会耗几天时间 在维吉尼亚外海测试船上的高端系统